我花了十年时间陪英玉残疾少年程漾长大 费尽心思让他爱上了我 也对他产生了怜惜 所以系统宣布攻略成功的时候 我没有脱离这个世界 反而又获得的积分给他换了一副健康的身体 程漾认为这是神迹 他开始大展宏图 没过几年便成为商界新贵 同时 他身上也开始出现了女人的香水味 我看见他在会所亲吻别的女人 旁人说起我 他痴笑 他现在可配不上我 我转身离开 系统 我想脱离这个世界了 系统 可是你积分不够了 那就把那具健康的身体换回去吧 我不需要了 我被拦在了高级会所门口 嫂子 程哥不在这 小地方和低着头不敢看我 他也知道自己说的谎言有多拙劣 我冷静地看着他 当年你走投无路时 是我给了你一条生路 当年方和被人用杀猪盘骗光了全部的钱 他无家可归 无处可去时 是我请他吃了一顿饭 把他介绍到了成样的公司 他倒是有能力 短短几年就成了成样身边最忠诚的一条狗 方和脸色胀红 拦着我的手有些颤抖 几秒后 他把手放了下来 程哥在顶楼包厢 这一路上 再没人敢拦我 我站在包厢门口 听着里面传来熟悉的声音 心里说不出是个什么感觉 程哥拿下了成交的那个项目 如今在港城 可谓是炙手可热了 是啊 到时候可别忘了提携提携 我们这些兄弟 面对众人的吹捧 成样的声音依旧懒散 说笑了 我就是一个普通人 他现在可不普通 短短五年 他从一个什么都没有的穷小子 跻身港城上流 成为炙手可热的商界新贵 但是谋略手段他都有 里面传来女人的嬉笑声 我抬眸看去 成样正侧着头 任由一个靓丽女郎给他点烟 距离极静 气氛暧昧 他也任由那女郎凑近在他脖子上留下暧昧唇印 包厢里功筹交错 众人谈天说地 成哥今年二十八了吧 什么时候跟嫂子结婚啊 一定要请我们喝喜酒 不知道谁说了这么一句话 整个包厢瞬间沉没下来 成样揽着那个女人 低头吐了口烟 烟雾缭绕 让人看不清她的神色 那人自知失言 瞧我酒喝多了 成哥别见怪 什么见不见怪的 又不是不能说 成样笑了 我跟郑和欢的事 你们也都知道 见气氛没有想象中的尴尬 众人相识一笑 放松下来 是啊 都知道的 嫂子对你 确实没话说 以前你还 见成样看过来 那人声音一顿 话风急转 话说我们都好久没见到嫂子了 她最近忙什么呢 不知道 成样将烟头按进烟灰缸里 缓缓叹了一口气 我已经很久 没有见到她了 没人硬喝 她就自说自话 我以前的样子 你们也都知道 在轮椅上坐了十几年 我妈都放弃我了 我在不仁不轨的时候 遇到了郑和欢 她拯救了我 我感激她 也喜欢她 但是说实话 她现在 配不上我了 六年前的一场神迹 让她重新站立了起来 也让她推翻了注定的悲惨 人生轨迹 她重新定义了自己人生 在这几年全是得淋漓尽致 她本就该是天之骄子 成样眸光闪动 正和欢见证了我最狼狈不堪的几年 我现在只要一看见她 就能想起当初坐在轮椅上的日子 我会觉得 恶性 当初的她 确实过得狼狈不堪 因为一场车祸 她下半身瘫痪 我每天给她擦洗按摩 有时候还要给她处理一些 无法避免的脏污 她白净的脸上总是羞愤的通红 不敢抬头看我 我深吸一口气 抬手推开了包厢的门 成样注意到了众人的反应 她顺着他们的视线扭头看过来 然后看见了我 我走到她面前 只略微低头 她身边的女人 忙不迭地站起来跑了出去 你怎么来了 成样没在看我 伸手端过一支酒杯 我说 成样 我们分手吧 成样喝酒的动作顿了顿 别闹 没闹 也没发疯 我笑了 这几年 看着你站得越来越高 我为你高兴 但是我能力有限 没办法陪你走得更远了 成样 你值得更好的 成样漫不经心喝了口酒 你听到了我刚刚说的话 生气了 你知道的 我不过是说说罢了 你陪了我十年 我永远不会不管你 行了 我跟他们还有事聊 你先回去吧 果然是看见我就觉得恶心 多看我一秒也受不了 她不在意 我是不是真的听见了那话 她不在乎我生气与否 她笃定了 我不会离开她 毕竟我家境普通 她如今身份显赫 是我这种普通人 够一辈子也够不上的 我克制着自己的情绪 明天之前 我会搬离公寓 你也不用给我什么补偿 我们好聚好散 说吧 我没再理会他们 转头往外走去 成哥 你不去追吗 嫂子真走了 追什么 成样有恃无恐 她也就是说说而已 她能去哪 无非是想让我多在意她一点 我现在可做不到第三下四去哄她 如今已是深秋 我站在大楼外 感受着扑面而来的冷风 心里却格外清醒 系统 我想回家了 三秒后 一阵熟悉的机械声在我脑海里响起 宿主 经检测 您的积分不足以开启时空隧道 我睁然 是啊 我积分都用完了 怎么用的呢 是六年前送给了成样一场神迹 花的一点不剩 我是一个攻略者 而成样 是我的攻略对象 第一次遇见她时 我一度想要放弃这个任务 因为她阴郁 偏执 坐在轮椅上 任由裤子变得脏污 也强势地拒绝所有人的靠近 就像一只受了伤的小兽 我心疼她 怜惜她 于是刻意接近 耐心讨好 我陪了她十年 我撬开了她保护自己的硬壳 强势介入了她的生活 我让她习惯了我的存在 渐渐地 我让我变得不可或缺 可这十年光阴到底是掺尽了真情 我也对这个可怜自卑的男孩 产生了近乎恋爱的情绪 所以在系统恭喜我攻略成功时 我鬼使神差的 没有选择立刻脱离任务世界 当时的成样 还是个敏感又脆弱的少年 她笨手笨脚地给我亲手做了一枚戒指 然后红着脸戴到了我的手上 她说 她最大的愿望就是能跟郑和欢白头偕老 可我知道 她最大的愿望是想重新站起来 用年时的车祸让她封闭了自己 我花了十年时间让她对我敞开心扉 让我的这次任务变得不再纯粹 我用任务成功获得的积分向系统兑换了一件东西 那是一句健康完好的身体 我至今都记得那天清晨 成样小心翼翼走在地毯上 眼泪一滴又一滴落了下来 她抱着我哭了好久 她说这是上天赐予她的第二大神迹 我是第一 成样开始显露出她的才华和非凡的商业头脑 这具健康的身体让她终于能大放一彩 让她站在人群里闪闪发光 我记不清她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的 只记得某天清晨 我在她的西装上闻到了不属于这个家的香水味 我只是平静地问了一句 她脸上就带了不耐 必要的应酬而已 你不要无理取闹 我的询问变成了无理取闹 她在外应酬的时间越来越多 人也变得越来越圆滑 我渐渐忘记了她曾经因为我的一句话 而害羞脸红的样子 也忘记了一开始 那个自卑阴郁的残疾少年 四百平的公寓冷冷清清 我收拾着行李 核算着要回去的积分 我之前兑换的那具健康的身体 可以重新换给你吗 我问系统 我现在不想要了 折就也行 宿主请稍等 数据流在我脑海里快速闪过 系统的声音还是没有什么感情 经核算 攻略对象成样的身体 这六年损耗过多 抽烟喝酒 熬夜烂情 对身体损伤极大 如今身体回收价值只有原先一半 烂情这个字演义出来 我收拾行李的动作一顿 手指不可抑制地颤了颤 毕竟是我陪伴了十几年的男人 我既心痛于他的变心 又懊恼于自己的心软 这样的人 实在不值得我留恋半分 换出来的积分 够我脱离这个世界吗 不够哦 宿主 系统 不过可以给您换一个身份 我可以重新为您申请一个攻略对象 咱们重新开始 重新开始啊 也行吧 那就把那具健康的身体换回来吧 我坐上飞机离开港城的时候 犯罪的程样被方和送回了公寓 也许是心里有愧 方和违背了程样卸在会所的意愿 把他送到了跟我共同的家 系统连接了家里的监控 让我看清了程样现在的模样 他躺在沙发上 嘴里喊着我的名字 何欢 何欢 得不到回应 他强撑着坐了起来 静默许久 他突然笑了 戏还挺足 他以为我今晚闹的这一出只不过是为了博取他目光的戏码 他揉了揉额头 眉头微皱 醉酒后的头疼让他有些烦躁 程样站起来 慢慢走到客厅 打开冰箱 拿出了一瓶冰水 瓶盖刚拧开 他就猝不及防地摔在了地上 程样彻底酒醒了 他人也蒙了 他看着自己的腿 颤微微伸手 我的腿 他不可置信地猛地抓紧了自己的腿 可无论他怎么使劲 也依旧感受不到任何疼痛 这种感觉他太熟悉了 毕竟以前十几年都是这么过的 那种不人不鬼 行动不便的狼狈生活是他摆脱不掉的梦魇 程样愣了愣 抬手狠狠甩了自己一巴掌 疼 所以这不是梦 监控里的程样彻底失控 他在偌大的公寓里大喊大叫 他想找人 却发现自己手机放在茶几上 程样双手撑着地 一点点挪动着身体 两条腿毫无知觉地拖在身后 他眼睛发红 头发凌乱 在没有之前的风轻云淡 我闭了闭眼镜 关了吧 我不想看了 飞机落地的时候 我手机里多了好几通未接来电 方和的十个 程样的十五个 我脸了脸神色 这要把手机放进口袋 一通电话正好打了进来 是方和 我无意间按到接听键 方和的声音立马传了出来 嫂子 程哥出事了 他声音急迫 语速很快 似乎是怕我挂断电话 他夜里突然就站不起来了 我们把他送去了医院 医生说他双腿萎缩得很严重 几乎跟六年前的状态一模一样 我静静地听着没说话 方和缓了缓 程哥现在的状态很不对劲 谁也不让靠近 只让我们来找你 嫂子你 现在在哪呢 没听见我的声音 方和低声道 嫂子 你别在这个时候跟程哥置气了 他现在真的很需要你 他们都觉得我只是在跟程样置气耍小性子 别叫我嫂子了 我诞生到 我跟他 已经没关系了 嫂子 方和声音一顿 你不会来真的吧 程哥他 我打断了他的话 既然他这么需要我 那我就最后送他一句话 神迹 有时候也是命 好的坏的 都得接着 说吧 我也没理会对面的喊声 自顾自挂断了电话 我把手机收好 抬脚走出机场 跟随着脑海里系统的提示 我静止走到一座天桥上 一个女生正蹲在桥面上哭 她看着桥下平静的湖面 一步步朝栏杆处走去 目标已出现 系统提醒我 请宿主做好准备 当宿主与目标任务 共同处于宾死状态时 双方灵魂会进行互换 请严格按指示操作 我看了那女孩几秒 想了想 掏出手机给程样打了个电话 可能几分钟后 这个世界上就没有正和欢这个人了 我想 我还是跟她最熟悉的人告个别 想来想去 这个人都是程样 那就告个别吧 电话几乎是秒接的 喂 程样 何欢 她的声音嘶哑的不像样 我几乎都听不出来是她了 嗯 是我 我笑了笑 我听方和说了你的事 不管怎么样 我希望你能坚强 我的语气温柔 温柔到我差点连自己都骗了 仿佛让她变成这个样子的人 不是我一样 你上轮椅的时候要注意 以前你总是会不小心磕到膝盖 晚上睡觉的时候要盖好被子 记得按时做按摩 海鲜不要多吃 我慢慢说了好多 直到那边传来滴滴的抽气声 何欢 我离不开你 程样说 我求求你 你回来我身边吧 现在 她倒是能想起来我的好了 可我回不去了 我说 我有个很远很远的地方要去 程样 你别忘了我 我陪了你16年 你要记我一辈子 说完这句话 我伸手将手机放在了栏杆外 然后 松手 手机砸在水面 溅起涟漪一片 一旁的女孩也翻越了栏杆 有路人发现了她 陆陆续续越来越多的车子停了下来 众人在不远处苦苦劝说着她 可女孩却坚决地摇了摇头 在众人震惊的目光中 纵身一跃 啊 她跳了 有个大妈尖叫起来 都看见了 你快别喊了 快叫救护车 不是 大妈急得直拍大腿 还有个姑娘也跳了 她指着那边无人问津的角落 就在那 两个姑娘几乎同时跳下去的 充斥着消毒水气味的病房里 程样靠坐在病床上 她垂眸看着正在给她擦拭身体的男护工 脸上没什么表情 等护工全部收拾妥当 准备出去时 程样开口了 我的腿很丑吧 护工温声道 程先生 您的腿好好按摩养护 是有恢复的可能的 可是你很嫌弃她不是吗 程样定定地盯着她 你跟你老婆打电话的时候 不是抱怨过要照顾我这么一个精神不稳定的病人 很辛苦吗 你说我没有自理能力 经常把自己弄得又脏又狼狈 说要不是我给的钱多 你才懒得伺候我 护工脸色大便 程 程先生 怎么 好奇我怎么知道的 程样嘴角扯出一抹极其不自然的笑 当然是 我让人监视你了啊 你不是都说了吗 我精神不正常啊 程样猛地抓起床头的杯子 狠狠朝着护工砸去 护工躲闪不及 被砸中了脑袋 他痛呼一声 倒在地上 一直守在病房门口的方和终于进来了 他让人把护工带了出去 换护工 程样说 好的 程哥 方和现在面对程样也有些发出 他已经给他换了十个护工了 没有一个能在这待够三天 程样蜷缩在病床上 将脑袋都蒙在了被子里 何欢呢 找到他了吗 还没有 那就快去找 程样在被子里怒吼 我需要他 只需要他 他才是我的药 好好好 我现在就去找 方和不敢在这里多待 立马就要出去 就在他即将踏出病房时 口袋的手机突然响了 连带着 他的心也咯噔了一下 鬼使神差的 他接通了这个他并不知来意的电话 几分钟后 他挂断了电话 然后转头看向病床 程样已经不知什么时候坐了起来 正死死盯着他 程哥 方和声音晦涩 刚刚警局的人打来电话 嫂子 找到了 我跟叶姿同时跳了河 在冰死的时候 系统为我们交换了身体 我看着我用了十几年的身体 渐渐沉入水底 然后奋力往上游去 我获救了 作为一个刚刚毕业没多久的女大学生 叶姿 叶姿家境不好 好赌的爸 早死的妈 不争气的弟弟 还有破碎的他 为了还赌债 他爸要把他送进金利会所当陪酒女 他不愿意 千辛万苦逃了出来 可他爸却带着好几个人来抓他 走投无路 叶姿决定结束自己的生命 也正因为这样 才让我能有机会借用他的身体 开启一段新的任务 我刚被救援人员打捞上岸 一个矮胖男人就带着几个人 推开众人围了过来 这是我女儿 我这就带她回家 她不管不顾地拉住我的胳膊 把我往外拽 有好心人拦住她 她都被逼得跳河了 肯定是遇到事了 你不能带她走 等警察来了再说 这是我女儿 要你多管闲事 男人将她推开 把我拉到了岸边 然后把我塞进了路边的轿车里 我全程没有反抗 显得异常顺从 因为我刚刚接受到了系统 发给我的新的攻略目标信息 梁鹤生 梁氏集团掌权人 他今晚会现身经历会所 而这是我接近他的唯一机会 男人上了车 一巴掌甩在了我的脸上 你这小贱人 差点坏了老子的事 他喘着粗气 老子送你去吃香的喝辣的 你居然还敢逃跑 不跑了 我声音有些抖 我不跑了 我听你的话 男人愣了愣 随机冷哼 这才对 你该感谢我给你了一副好样貌 以后去了金利会所 只要你乖乖的 有的是想不尽的荣华富贵 车子驶离大桥 融入车流 朝着市中心过去 金利会所是封城最大的宵禁窟 我被眼前富丽堂皇的装修闪瞎了眼 一旁的男人已经麻利地收好了金利递过去的钱 然后将我一把推过去 王经理 那我女儿就有劳您教导了 他拿着钱 哼着歌离开了会所 王经理领着我去了更衣室 Rose会教你规矩 今天晚上你先跟着他们后面学规矩 你这身衣服不行 去挑一件好看的 他把我交给了一个化着精致妆容的女人 然后又匆匆转身离开 我听见他掏出对讲机说了一句 梁先生到哪了 Rose踩着高跟鞋过来 伸手挑起了我的下巴 长得还真是清纯 你叫什么 叶子 叶子 他笑了笑 行 那你的花名就是叶子了 走吧 带你去换衣服 他给我挑了个紧身的白裙子 又亲自上手给我化了个淡妆 聊聊几下 原本清纯的脸庞便多了一丝妩媚 更显勾人 Rose很满意自己的杰作 他带着我去跟其他同事打招呼 我跟在他后面 乖巧地跟所有人问好 实际上 我一个名字也没记住 也没有必要记 毕竟我在这金利会所待不了多久 一路上碰到几个来消费的客人 他们跟Rose热络地谈笑着 视线却落在我身上 肆意打亮 毫不收敛 Rose本来要带着我去四楼 可刚走到楼梯口 就看见一身黑色西装的保镖下来了 保镖朝他一挥手 他立马掉头回去 四楼今晚有重要客人 我们不上去了 我心中了然 应该是我那个攻略目标梁鹤生在上面 我不动声色往楼上看了一眼 跟在Rose后离开了 Rose还要去招待客人 没办法一直带着我 他让我在休息室自己待着 看看员工守则 熟悉一下环境 我百无聊赖地坐在沙发上 大概一个小时后 系统提示声响起 梁鹤生现在在四楼卫生间 你现在从消防通道上去 那里的保镖刚刚离开 我没再耽误一秒 立马从休息室出去 然后闪身走进消防通道 我洗完手从卫生间出来时 迎面跟对面出来的男人撞上了 他手中的藏青色帕子掉落在地上 人也停了下来 抱歉 我向他道歉 然后捡起那帕子 抬头看向他 先生 您的东西 梁鹤生垂眸看着我 眉头微皱 不要了 他越过我 走到外面 先生 我追上去 在后面喊了他一声 我陪你一条新的行吗 梁鹤生脚步微顿 微侧着头 声音玩味 你拿什么陪 我放慢了脚步 缓缓走到他身边 将那帕子叠了叠 轻轻塞进了他的上衣口袋 梁先生 看我有什么 第一 宿主请注意 一见难忘效果已触发 倒计时10秒 10 9 8 7 倒计时到50 我移开了与他对视的目光 转身离开 走廊寂静 高跟鞋踩在瓷砖上的清脆声响 像是鼓声 似乎在催促着什么 倒计时结束的最后一年 梁鹤生说话了 你叫什么名字 我没回头 只轻笑了一声 叶子 我用剩余的全部积分 兑换了这个 一见难忘 的攻略道具 事实证明 它是好用的 它没有一见钟情 那么夸张的效果 但它会让梁鹤生 在看见我的第一眼 产生一种错觉 一种似曾相识的错觉 对于梁鹤生而言 这种错觉已经足够了 毕竟 他是封城的上位者 身边的女人不计其数 多我一个不多 梁家派来接我的车 在三日后的早上 就来了经历会所 王经理脸都笑烂了 亲自把我送上车 Rosen在她后面 没什么表情地看着我 她把我那少的 可怜的行李递给我 声音低不可闻 叶子妹妹还真是有手段呢 日后发达了 可千万不要忘了姐姐 我朝她笑了笑 慢慢升上了车窗 我被带到一处 极安静的别墅门口 叶小姐 以后您就住在这里 梁先生每个月 最后一天晚上会过来 有什么需要的 您可以直接打我电话 梁鹤生的特助 将我送进了别墅 给我留下一个号码后 便匆匆离开 看着空荡荡的别墅 和别墅里那些 笑容公式化的佣人 我心中了然 从今天开始 我就是梁鹤生的女人 之一了 宿主 作为您的监护系统 我有必要提醒您一句 吸取上一次的经验 才是您任务成功的关键 我知道 我说 不要心疼男人 会变得不幸 这样的亏 吃过一次就够了 封城上流阶层都传开了 说梁家掌权人 从金利会所 带走了一个女人 养在郊区别墅 大多数人并不当回事 不过是图一时新鲜 他能在梁鹤生身边 待一个月都算他能耐了 让他们失望了 我在梁鹤生的郊区别墅 一待就待了四年 我从他的众多女人之一 变成了最喜欢的那一个 渐渐的 我从最喜欢的那一个 变成了他身边的唯一一个 梁鹤生从每个月来一次 变成了一周来一次 最后变成了天天都来 他不再变得高不可攀 渐渐的 会偶尔给我带个小礼物 逗我开心 也会在闲暇时 放下身段 跟我一起布置花园 人人都说 梁先生这次认真了 他是真的爱上了我 每每听说这样的话 我都笑笑 没当回事 毕竟系统上的数据 不会作假 梁鹤生对我的爱一直 不过刚过50% 对他而言 我最多算得上 是个讨人喜欢的玩具 让他有兴趣 在身边多留几年罢了 看着许久未动的进度条 我心里也有些着急 我在这个人物世界 停留了太久 得赶紧找到突破点 又过了一年 在梁鹤生对我的爱 一直达到60%时 我期待了许久的突破点 终于来了 那天清晨 梁鹤生派助理来接我 说是要带我回老宅吃饭 那是他第一次 带我出现在他家人面前 这一举动也象征了 我的身份发生了转变 我不再是梁鹤生 饲养的小金丝雀 而是跟他正式交往的女朋友 我在老宅出现的那一刻 封城的各大家族 应该都收到了消息 老宅的庸人们 都接受过良好的训练 面对我也并没有 一丝一毫的轻视 老宅人不多 除了梁鹤生 就只有他妹妹 奶奶和小叔 他小叔前段时间出国旅游了 至今没回 在餐桌前坐定 坐在首席的老太太 朝我笑了笑 再没有一句多余的话 我拿不准他对我的态度 便也没多说什么 梁鹤生慢条丝里地 将袖子往上卷了卷 小姐呢 管家在一旁回话 小姐在房间 她说不饿 不下来吃了 再去叫一遍 让她下来吃饭 好的先生 管家转身上楼 没过一会儿 管家跟在一个女孩 后面回来了 那是我第一次看见梁家运 也是我第一次知道 原来梁鹤生的亲妹妹 是个残疾人 梁家运脸色不太好 但又实在害怕 他这个哥哥 不得不坐在了餐桌前 注意到我的视线 他猛地瞪过来 看什么看 我其实没看 他左边空荡荡的袖口 只是觉得他长得很好看 只朝他笑了笑 你好 我是叶子 我管你是谁 他的脾气着实不太好 你笑什么 笑我没胳膊是吗 你出去 出去 家运 梁鹤生淡淡开口 梁家运瞬间噤声 气鼓鼓地不说话了 行了 菜都凉了 吃饭吧 不管是在公司 还是在家里 梁鹤生都拥有着 绝对的话语权 这顿饭吃得还算顺利 在吃饭时 我也把系统给我的 关于梁家运的资料 整理了一遍 梁家运是梁鹤生的 同胞妹妹 他们父母早逝 两人一块长大 感情深厚 他们十岁时 兄妹二人被意外绑架 两人没有坐以待毙 反而想尽办法逃了出来 为了求得一线生机 梁家运跟梁鹤生 朝两个方向逃跑 梁家运的运气不如他哥哥 他被抓住了 还被砍下了一条胳膊 送回梁家泄粉 尽管最后他被救了回来 可这辈子几乎已经是毁了 梁家运的脾气变得越来越古怪 阴晴不定 有时候还会自残 但梁鹤生却对这个妹妹很好 几乎是百依百顺 也许是心中有愧 想要尽力弥补 我正想的入神 餐桌上突然传来一声响 巴搭 梁家运把筷子用力拍在餐桌上 站起身就往楼上走 我吃饱了 忍了这么久 他已经忍到极致了 再在这餐桌前待下去 他怕自己会忍不住掀桌子 梁鹤生看了他一眼 抬手用餐巾擦了擦嘴角 他看向我 不用管他 你慢慢吃 我去看看 他站起身 跟在梁家运后面上楼 偌大的餐桌上只剩下我跟老太太 老太太年纪大了 他也吃不了多少 很快便也离了席 这我若还能吃得下去 那我的心也太大了 我百无聊赖地坐在椅子上 等了一会儿 我正要起身四处转转 楼上突然传来一阵激烈的争吵声 还伴随着东西摔碎的声音 我有些紧张地看向上方楼梯口 没过一会儿 梁家运快步从楼上下来 他没看我一眼 静止就要走出家门 你今天再去找那程样试试 梁鹤声的声音低沉 带了些怒气 梁家运停了下来 身体因为生气 有些微微颤抖 我也愣住了 他刚刚说什么 程样 是我认识的那个程样吗 五年来 我偶尔也能听见程样的消息 说他是踏着荆棘登上王座的勇士 说他在商界搅弄风云 即使坐着轮椅也依旧没有任何人敢轻视 但是 这还是我第一次从梁鹤声的口中听到他的名字 感觉 有点奇妙 而且 程样跟梁家运又有什么关系 我安娜住心中的好奇 安静站在一边 梁家运被梁鹤声让人带上了楼 他则有些疲惫地过来 牵起了我的手 吃好了 嗯 那我们回家 他拉着我出去 直到坐在车上 都没再说一句话 车航到半程 他扭头看向我 突然问道 你知道程样吗 我有些茫然地眨了眨眼镜 只在财经新闻上看见过 程样他很厉害 梁鹤声的声音没什么情绪 在港城 他的话很有分量 我晚上了他的胳膊 再厉害也没有你厉害 梁鹤声笑了笑 是吗 可是家运喜欢他 胜过我这个哥哥 梁家运喜欢程样 因为一场酒会 他见到了这个跟自己一样残疾 却仍身处高位 从容不迫的男人 他举手投足间的自信优雅 吸引了他 梁家运开始关注他 了解得越深入 他就越喜欢 同样残疾 同样受人追捧 同样没人真心相待 他觉得他跟程样 简直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于是 他开始接近他 我问道 然后呢 梁鹤声冷哼一声 然后他就抛去了 全部自尊贴了上去 可人家根本就不拿正眼看他 这么多年 程样身边从没有过一个女人 若不是他曾经有过未婚妻 我都要以为他不喜欢女人了 我有些惊讶 曾经有过未婚妻 嗯 梁鹤声说 但他未婚妻已经死了 姓郑 听说是自尽的 啊 我张了张嘴 没说话 他似乎也并不想跟我 多说程样的事 便也很快转移了话题 我婴合着他 三言两语便把他哄得心情愉悦 可我心里却记下了梁家运和程样的事 我总觉得 这就是我等了许久的契机 十一 跟程样的再次相遇来得猝不及防 梁鹤声带我去参加了一场晚宴 但没想到 程样是主办方 我站在原地 看着梁鹤声跟程样谈笑风生 刚要找个借口离开 程样的视线已经扫过来了 这位使 梁鹤声拉起我的手 这是我的女朋友 叶子 我脸上挂上恰如其分的微笑 伸手 程先生您好 久仰大名 如今的剑 荣幸之至 程样没伸手 一双眼睛紧紧盯着我 我觉得脸笑得有些僵了 就连手心也有些出汗了 程样的目光太具有审视意味 让我觉得很不舒服 就在我即将收回手的时候 程样笑了 他伸手与我相我 叶小姐 你很像我的一位故人 我愣了愣 叶子跟郑和欢几乎没有一处相似 程样不可能会认出我的 那他 梁鹤声也来了兴趣 哦 是吗 不知道是哪位故人 我的未婚妻 程样笑着 但笑意却不达眼底 叶小姐跟他的眼神很像 几乎是瞬间 就让我想起了他 气氛突然变得有些尴尬 我心里觉得有些好笑 郑和欢生前他不在意 死后却在这装身情 真是够无耻的 正好有不少人过来跟程样敬酒 梁鹤声便顺势带我离开了那里 他的声音有些不悦 以后不要再出现在程样面前 我一边乖巧应声 一边忍不住看了他一眼 他不高兴了 是觉得自己心爱的玩具被旁人觊觎了吗 第一 宿主请注意 梁鹤声的爱意值突破70% 恭喜宿主 请再接再厉 果然 适当的刺激能让男人迸发出胜负欲 那胜负欲可以转化成爱意 但我觉得 这刺激可以更强烈一点 晚宴进行到中途 楼上露台突然传来惊呼声 众人齐齐围了上去 我也去凑了个热闹 梁家运不知道什么时候来了 他被保镖拦在程样几米开外 神情激动 你为什么不肯接受我 他眼底泛着红 紧盯着面前这个坐在轮椅上的金贵男人 明明 你懂我 我也懂你 我们才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梁小姐 请自重 程样不仅不慢开口 语气里尽是疏离 程样 梁家运一点也不在乎这是什么场面 也不在乎众人的指指点点 他推开保镖 冲到了程样面前 态度卑微 我可以做你的腿 你给我一个机会 我有些不忍直视 姑娘啊 别把自己弄得这么卑微 这个男人 不值得啊 果然 程样像是听到了什么好笑的笑话 吃笑一声 坐我的腿 他打量着梁家运 指着一旁的泳池 你跳下去游个来回 我就给你一个机会 即使他刚刚还在跟梁家运的哥哥喝酒聊天 可这一点也不影响 他对他提出这种带有羞辱意味的要求 我还没反应过来 就听见扑通一声 众人惊呼 梁家运跳进泳池里 还正好跳进了深水区 他少了一只胳膊 很难维持平衡 程样就在泳池边 垂眸看着他在泳池里挣扎 眼看着梁家运扑腾得越来越慢 我推开挡在前面的人 静止跳入水里 我从梁家运背后揽住了他的脖子 将他一点点带到了潜水区 梁家运站稳的第一件事 就是回头给了我一巴掌 你算什么东西 多管闲事 左脸火辣辣的疼 我沉默不语 谁想多管闲事 要不是我还要攻略你哥 我也断边看戏了 第一 宿主请注意 梁鹤生的爱意值突破75% 恭喜宿主 请再接再厉 系统提示音响起 梁鹤生终于姗姗来迟了 保镖已经把我跟梁家运拉上去了 程样的目光 饶有兴致地落在我身上 梁鹤生在我身上披了条毛巾 看了看我微红的左脸 他额角抽了抽 然后转身一巴掌 打在了梁家运的脸上 疯够了没有 梁家的脸都被你丢尽了 梁家运不可置信地看着他 哥 你打我 梁鹤生平复着呼吸 把他带回去 没我的命令 别让他出来 保镖把梁家运带离了这宴会厅 梁鹤生还要为此 去跟程样这个宴会主办方致歉 我裹着毛巾站在角落 静静地等着他 没过一会儿 梁鹤生便过来 牵起我的手离开了露台 程样的视线如同复古之躯 我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 他就静静地看着我 嘴角带着似有若无的笑意 梁鹤生还真是宠这个女人 是啊 难道他真要变成梁太太了 那他还真有本事 众人的窃窃思语声 传入程样的耳朵 他侧头吩咐助理 让方和去查查这个女人 事无巨细 我都要知道 梁鹤生出差的第三天 我只不过是出门打了个高尔夫 回家途中就被人绑了 绑匪蒙着我的眼镜 把我的手脚都绑住了 无论我说什么 他们一句回应也没有 车子晃晃悠悠 似乎是在极难走的山路上盘旋 大概两个小时后 车子才停下来 我被关进一间小黑屋 除了一把椅子 什么也没有 绑匪把我关进去后就离开了 系统 我会有生命危险吗 经测算 没有 那我就放心了 我坐在椅子上静静地等着 大概又过了五六个小时 小黑屋的门被人再次打开 我就看到了一个熟人 梁家运也被绑着扔了进来 他摔在地上 绑在嘴上的布条也被摔掉 他破口大骂 你们快放了我 我哥要是知道你们这么对我 他不会放过你们的 绑匪恍若未闻 反而掏出手机 似乎是在给谁打视频电话 几秒后 电话接通 梁先生 下午好啊 绑匪拿着手机对着梁家运 又对着我扫了一遍 梁先生 你只能赎一个人 这两个女人 你赎谁 这个情节有点狗血 但是他的发声让我有些高兴 因为我预感到 我可能很快就能完成任务回家了 绑匪给了梁赫生 一个小时的考虑时间 小黑屋被关上 只剩下我跟梁家运 他这时才注意到我 挣扎着坐起来 他看向我 目光怜悯 我哥一定会选我的 他很笃定梁赫生的选择 见我不说话 他笑了笑 你以为我哥真那么喜欢你吗 才不是 他只是生来多情罢了 但他绝情起来 也不是一般人能比的 梁家运的声音带了冷意 我看了他一眼 觉得他的情绪状态好像不太对 他似乎陷入了回忆 整个人变得恍惚 你知道 我这只胳膊是怎么没的吗 他问我 然后又自说自话 大家都以为是我运气不好 被绑匪抓住后泄愤砍掉的 实际上 这是我哥亲手砍的 我震惊地看着他 梁家运眼睛通红 似笑非笑 当年 我跟他一块从绑匪那逃了出来 我们没有兵分两路 他带着我翻山越岭 可是我体力跟不上 行动越来越缓慢 后来我的脚被山间裂愤卡住 怎么也拉不出来 而身后的绑匪已经追了过来 哥哥本想自己跑的 可我抓着他 死死抓着他的胳膊 他拿起石头在我胳膊上砸了下去 然后又砸了一下 梁家运的声音淡淡的 像是在说别人的故事 我的胳膊受到重创 还发生了感染 最后没有保住 这就是我哥 比你想象的 要无情无义的多 这么多年 他放纵梁家运的无理取闹 满足他一切无理的要求 只要不影响梁家的颜面 他可以永远包容他 原来这看似宠爱的背后 还有这样一个残忍的故事 所以梁家运笃定 梁鹤生会选择他 他们是这世上相依为命的手足 而梁鹤生 本就对他有愧 一个小时后 绑匪回来了 他让人带走了梁家运 留下来被抛弃的 无人选择的我 他们把我带上了一辆车 我坐在车里 看着坐在另一边的男人 神色平静 从刚刚那绑匪说第一句话开始 我就知道自己不会有事 那人的声音 跟方和的一模一样 而让他来绑架我的 除了程漾 还能有谁 程漾转头看过来 他注视着我 然后笑了 你看你选择的男人也不怎么样 他现在也不要你了 程先生 您能解释一下现在的情况吗 他修长的手指 漫不经心地敲着自己的腿 解释 没什么好解释的 就是想让你回到我身边而已 郑和欢 你在外面玩了五年 也该玩够了吧 程漾比想象的还要聪明 当年的那场神迹 始于你 忠于你 而郑和欢与叶姿 在同一天同一个地方 甚至是同一个时间跳了河 郑和欢死了 而叶姿活了 更巧的是 叶姿的眼神变得跟郑和欢很像 他打量着我 似乎是想我在身上寻找着什么 你好像 有种神秘的能力 我心里咯噔一下 他不会连我身上有系统都能猜出来吧 我面上不露声色 只有些惊恐地看着他 程先生为什么一直在说我听不懂的话 你可以放了我吗 我会让梁鹤生给你钱的 程漾哼笑一声 不说话了 他让司机开车 目的地不明 一路转了好几辆车 又坐了将近四个小时的私人飞机 我们终于降落在一个孤岛上 有两个身穿白大褂的外国人 过来热情地跟程漾说话 看着程漾建造的这个秘密基地 我终于明白了 他想干什么 他想研究我 我震惊地看着他 身边不知什么时候 多了两个强壮的研究员 他们抓着我的胳膊 把我带进这座牢笼室的私人研究所 我早该想到 程漾疯了 在经历了一场神迹 享受过站在至高处的意气风发后 猛地再次跌入云端 这种落差折磨着他 让他这么多年 早就变得心理不正常了 他让人研究当年的神迹 也让人孜孜不倦地打探着郑和欢的下落 他不相信郑和欢死了 因为在无数次查询家中监控时 他发现了一个奇怪的地方 他发现 郑和欢偶尔 会对着空气自言自语 回想起神迹的消失与出现 他心跳如雷鼓 他想 他会有办法重新站起来的 只要找到郑和欢 只要找到他 程漾让研究员对我的身体 做了个全面的检查 事实证明 我的身体没有任何一样 程漾拿着检测证明 一语不发 末了 他又笑了 能制造出神迹的东西 当然不可能轻易被检查出来 继续研究 只要留着他一条命 其余的 你们随意 他在乎的 始终都是他的一双腿罢了 隔着厚重的玻璃 我跟程漾对视 我想 让人看到希望后 又陷入绝望 这是最折磨人的 而这种折磨 他很快就要经历第二次了 就在刚刚 系统在我脑海里 发出了提示 第一 宿主请注意 梁鹤生的爱意值突破85% 恭喜宿主 请再接再厉 就算是只宠物 在陪伴了自己五年后 突然消失不见了 也会产生戒断反应 更何况是个人 还是个懂他的 会讨他开心的 灵魂契合的女人 我离开他后 这思念就会在他心底滋生 然后疯涨 现在 梁鹤生应该已经反应过来了 也应该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 开始找我 凭他的能力 找到这里只是时间问题 程漾自然也知道 只是他不在乎 他已经孤注一掷了 若是能让他重新站起来 就是让他放弃所有也愿意 这是他的心魔 他的执念 在死之前 他必须实现 我被禁锢在冰冷的研究台上 身上插满了大大小小的管子 研究员们一会儿从我身上取走着什么 有时是头发 血液 有时是皮肤 血肉 我不知道到底过去了多久 算起来 应该也就只有四五天 可我却觉得像是四五年一样漫长 第一 宿主请注意 梁鹤生的爱意值突破百分之九十三 恭喜宿主 请再接再厉 收到这个提示的那天傍晚 程漾终于忍不住来见了我 他眼底一片青涩 应该也好几天没有睡好了 停滞不前的研究结果 让他心里原本坚定的信念变得动摇 他有些怀疑 难道真的是他猜错了 难道 他真的再也没有机会站起来了吗 不 他接受不了这样的结果 我看着他这副模样 突然笑了 程漾 因为长时间没有开口说话 我的声音格外沙哑 离了我 你怎么过得这么狼狈 程漾猛地抬头看着我 你终于承认了 是 我承认了 我就是郑和欢 我也可以直接告诉你 那场让你重新站起来的神迹 确实是我送给你的 因为太过激动 他的手有些颤抖 和欢 我面无表情地看着他 你让我跟梁赫生打个电话 程漾红着眼镜 脸上的肌肉不自然地抽动了几下 显得很神经质 行 他咬着牙印了 我让你给他打电话 他又补充了一句 我要在这看着你打 电话接通的那一瞬间 对面传来一声极大的声响 梁赫生似乎是撞倒了什么东西 你是 叶子吗 是我 我说 赫生 其实我的名字叫叶子 英姿的姿 你现在在哪里 我过去找你 别找了 我顿了顿 今天的这通电话 应该是我给你打的最后一通电话了 赫生 我一直都欠你一句谢谢 当年 我被家人迈进经历会所 孤注一掷 想要给自己寻条生路 所以我找上了你 我的方法拙劣 你却仍然让我得偿所愿 让我逃离了那牢笼 于我而言 你是我的救赎 梁赫生 我爱你 如果有下辈子 我想先遇见你 听到我说这些话 程样并没有什么反应 他低头看了眼手表 轻轻点了点 提醒我时间到了 我挂断电话 将手机递给他 这通电话也不是非打不可 按照现在的进度 不出三天我就能完成任务了 可我等不及了 这个世界的任务 让我太过心力交瘁 我只能打出这么一剂催化剂 第一 宿主请注意 梁赫生的爱意值突破95% 恭喜宿主 请再接再厉 第一 宿主请注意 梁赫生的爱意值突破97% 第一 宿主请注意 梁赫生的爱意值突破99% 恭喜宿主 胜利就在眼前 注意到我的异常 程样眉头微皱 你在等什么 我垂谋 达菲所问 你是不是很想重新站起来 我这人有些记仇 他关着我折磨这么久 我怎么着也要报复回来一点 你有办法是不是 程样激动起来 他伸手握住我的胳膊 你都能换个身体 你肯定有能力让我重新站起来 何欢 你开个条件 只要你能帮我 我会满足你的任何要求 我看着他 在心理询问系统 攻略梁赫生成功的积分 除了开启时空隧道外 还有多余的吗 比如 让程样重新站起来 一分钟的时间 第一 宿主请注意 梁赫生的爱意值突破 已达到满值 恭喜宿主 攻略任务成功 接收到任务成功提醒 我搭在床檐的手 微颤了一下 我抬头看向程样 我可以让你重新站起来 程样还没来得及高兴 我又补充了一句 现在 你跪下来求我 他猛地抬头看着我 眼里有些不可置信 还有一丝隐藏得很深的怨恨 程样沉默了几秒 然后用手臂撑在轮椅两侧 略微一使劲 人就摔了下来 他狼狈地从地上爬起来 然后以一个极其怪异的姿势 跪在了我面前 我求你 救救我 这句话 他几乎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 这种折辱人的行为 让我心情舒畅 大概半个小时后 系统 给他兑换吧 疼痛从膝盖处传来时 程样甚至一时间 没有反应过来 十几秒后 他才缓缓扶着一旁的轮椅起身 他震惊地看着自己的腿 这种能落在地面上的踏实感 和腿部传来的种种感觉 他已经很久没有体会过了 我 我能走了 他像个刚学会走路的小孩子 在研究室里走来走去 然后才慢慢转头看着我 那一瞬间 他眼里闪过太多复杂的情绪 最明显的那个叫做贪婪 来人 他急急忙忙把研究员喊了进来 给我做个全身体检 看着他兴奋的模样 我忍不住勾了勾唇角 系统 我要脱离任务世界 已收到宿主请求 请稍等 正在核算积分 积分已核算完毕 达成脱离任务世界标准 脱离任务世界倒计时开始 十 九 八 我看着不远处 停在研究室门口的身影 成样正扭头看过来 他吩咐一旁的研究员 把他看好了 我怀疑那个东西在他的脑子里 准备好开颅手术 五 四 三 我默念着倒计时 对成样扬起了微笑 二 一 成样脸色骤变 他猛地调转方向朝我跑来 我的心电监护仪发出了报警响声 与此同时 成样狠狠摔在了地上 他最后看向我的眼神 满是绝望 脱离任务世界后 那里的一切都跟我在没有关系 成样也好 梁鹤生也好 都只不过是我任务的一部分 因为当初的心软 让我多走了这么多的弯路 这才是我应该记住的最宝贵的教训 至于他们之后的人生 我也管不了了 但大概也能猜到 成样这辈子都走不出来了 他会满世界找人 去找郑和欢的新身体 可惜 他再也找不到了 而梁鹤生呢 大概会跟成样撕破脸皮 斗得不死不休 也不全是因为我 毕竟他们还有经济利益冲突 然后过个几年 他可能又会遇到让自己心动的女人 就像我之前说的 这个人 向来多情 在攻略时 永远不要太把自己当回事 也不要太把别人当回事 这是我从这个任务世界获得的经验 我适应了好久 才重新适应了眼前的一切 系统的机械生竟显得有些亲切 恭喜宿主 新的任务世界登陆成功 现在发布任务 请在两年内改变原主命运 走上人生巅峰 明确任务目标 努力完成业绩 摆脱系统 返回现实世界 这才是我真正要做的 以接受任务